谈 救医之事 救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中风多发生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 即使当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 但是对大脑造成的伤害也是无法修复的 大部分中风的患者会失去自理的能力 所以今天老安就给大家讲讲中风的前兆 以助我们能够及时预防 大拇指上面暗藏着中风的信号 中风大多是心血管疾病引起的 而人的手和脑是相连的 所以当心血管出现问题的时候 表现在手上就是大拇指的指度上会出现横纹 临床上也发现很多中风的患者 大拇指的指度都会出现这种横纹 如果您本身患有心血管疾病 手指度上又出现了横纹的话 就要提高警惕了 当然中风不止手上出现横纹一种征兆 如果出现横纹的同时 又出现了以下的三个症状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您一定要赶紧就医 第一个症状 出现舌头伸出来歪向一边的情况 第二 突然出现失语或者语言模糊的现象 第三 没有严重的颈椎病 但是中指突然出现了麻木的现象 如果您出现了以上这三种情况 往往说明已经轻微的脑中风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诊 同时接受及时的治疗 预防病情进一步的恶化 生活中老年朋友们要注意预防中风的发生 可以经常做一做下面的这一套拇指操来防病 如何来做呢 方法很简单 用手的大拇指和中指 它俩的指度互相摩擦 每一节八十下 每次做三节 每天做三次 当然做的次数越多越好 中医认为 心血管疾病多是心血淤积导致血脉不畅而治 这一套手指操能够促进血循环 减少心血淤积的发生 从而预防中风的发生 当然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 一定要坚持吃药治疗 这个也是预防中风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